在以色列有抗议活动,但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内塔尼亚胡将继续他的行动 伊朗是否不会正式报复 但会继续支持不同的团体攻击和骚扰以色列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吗? 我认为伊朗人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长远的博弈 当哈尼耶在德黑兰被暗杀时 这让他们意识到 他们正在与一个最终寻求与他们开战的总理和政府打交道 他们的优先事项不仅仅是为这一事件报复 而是为战争做准备 我相信这就是伊朗正在做的事情 至于以色列的抗议活动 他们凸显了以色列社会内部的尖锐分歧 有些以色列人是社会自由派、世俗的 通常偏左 他们希望过西方式的生活 并愿意与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阿拉伯邻居妥协 以色列社会中还有另一个强大且人数众多的群体 他们是目前支持内塔尼亚胡的人 他们相信以色列的一个根据意识形态和宗教强硬路线的愿景 他们的目标是将以色列建立为一个在耶路撒冷重新确立圣殿崇拜特征的国家 这包括将阿拉伯人置于次要地位 甚至将其驱逐 以色列社会的这一部分不仅支持内塔尼亚胡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强大 正因为如此 他觉得可以无视抗议 因为抗议者并不是他依赖以维持权力的人 我同意 这不仅仅是内塔尼亚胡本人 在以色列内部有一种力量认为他们应该继续目前的行动 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你走之前 上次我们谈到了一款非常受欢迎的悟空游戏 游戏中的一个特点是一个无头雕像 中国媒体将此解读为对大英博物馆的信号 暗示他们切断了所有雕像的头 你提到大英博物馆可能不会收到这个信息 我同意你的看法 但你猜怎么着 中国网友一直在大英博物馆的网站上忙着留言 告诉他们这就是信息 并要求他们归还文物和所有的头 他们也对英国驻华大使馆的网站做了同样的事情 涌入大量评论 最初英国博物馆回应称 他们遵循国际标准和程序 然而由于评论数量过多 他们最终关闭了评论区 因此英国博物馆确实收到了信息 在中国人们说 由中国政府设立的防火长城 实际上是在保护西方 免受中国网民的影响 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 因为这正是我们正在走的方向 现在西方对社交媒体的监管如此之多 以至于变得令人难以承受 我们在上一个节目中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认为 中国的防火长城有点像一个神话 它给人的印象是 一切都非常敏感和受控 如果你越界 警察就会来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不仅和你谈过曼 还和其他在中国的人 包括西方人 交流过 我自己也去过中国 与中国人交谈着 你会发现还没开放和职业不讳 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并且可能对中国生活的某些方面非常批评 然而我要说的是 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不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和爱国的中国人 这与俄罗斯人相比是不寻常的 因为你可以找到绝对讨厌自己国家的俄罗斯人 相比之下 发现中国人不是这样的 令人耳目一新 我遇到的中国人都不是这样 但无论如何 在西方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开始建立防火墙 这里有一场关于其重要性的重大媒体宣传活动 罗伯特·赖克 曾是比尔克林顿的劳工部长 正在发表文章称 第一修正案失控 我们需要严格限制 我担心有一个险恶的发展 因为在英国 他们现在开始逮捕人 例如 他们逮捕了一名叫理查德·梅德赫斯特的人 我对他有些了解 因为我在周一和他交谈过 他们把他从飞机上带走 因为他们声称他所说的一些话 超出了界限 不应该被允许 他们还逮捕 并搜查了另一位记者的家 他们正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关于这些事件 最有趣的事实是 英国媒体没有报道 你不会知道他们发生了 因为卫报 每日电讯报 BBC等 都没有报道 所以 这就是即将到来的真正防火墙 如果他们在保护自己 免受网民的影响 我认为这对网民来说是好事 顺便说一句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英国人尴尬的了 中国人更加职员不讳和积极 更愿意提出抗议 这让英国人想起他们的帝国和殖民遗产 这是英国人常常想要避免讨论的话题 他们更喜欢谈论他们的文明使命 创建统一的世界经济 以及他们修建的铁路 所有这些都让他们处于防御状态 我会乐在其中 我只是觉得网民们 总是用他们的举动让我印象深刻 他们涌入了大英博物馆的网站 这一点我甚至都没想到 但他们做到了 他们非常精明 我觉得这很有趣 现在大英博物馆也知道了 阅读每日电讯报上 那些不可避免的出院的愤怒文章 讲述习近平如此亲自策划 针对大英博物馆的活动 是的 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款游戏 黑神话 悟空 一切都从那时开始 他们只是来批评这是一款糟糕的游戏 相反 他们声称它缺乏多样性 公平性和包容性 试图否定整个事情 但我能理解 好了 暂时就到这里 我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因为还有其他事情 但我们可以下周三继续 当然 我很期待这样做 索菲亚 在你走之前 有一个关于TikTok的快速问题 TikTok实际上在中国存在吗 它是中国国内社交媒体的一部分吗 有两个版本 TikTok和抖音 抖音是中国版 公司试图将两者分开 因为他们不想给美国政府任何理由 声称它与中国政府有联系 他们实际上已经很好地将它们分开了 在中国你不能轻易访问TikTok 你可以使用抖音 但海外版TikTok在中国不可用 有趣 是的 有一个特别的中文版 是的 我有个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 她有两个女儿 经常在抖音上发布一些内容 她想知道 中国的人是否能看到这些帖子 他们发布的都是年轻人 常做的普通事情 比如跳舞之类的 不认为中国人能看到这些帖子 不认为中国的人怎么知道这些帖子 所以他们看不到 是的 所以现在 我做抖音的抖音 你可以看到抖音 中国是它 关于TikTok的做的 很大朋友被TikTok的发布里头 当然可以 除了抖音 也许